來啦 車輛大一點 公平目景 依上上字不是十字,是这样的,不过只迟,太迟那十字了,其实是两点来的 这边是连着的,一下,两下,三下都上去,停 提上去 进来 进来 提上去 这个其实是草书的,是白日器皿的名字,繞个圈 两下都可以,三下都可以 进来 看着,稿里面是比较大,我试清楚一点 它只有一个圈 好像三字一样 你出一点,不在这里 因为它这个位置到这里 所以为了平衡,你可以拿过一点 就像是比较大 一幅 一画 两画 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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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画 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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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圈 生字是這樣的 停頓 踢上去 再下 這樣 搖智 搖智 繞個圈 一下 台字 月字 其實少這樣寫 通常我們數書都是這樣的 少用這個 有但是少 會字 這是見字 這是頭字 下字 這個是下字 下字這一點和縫字黏住了 下字 踢 停 雲上衣上 花上融 這個都是上字 融 融 春風忽藍 魯華龍 若非 是非非非 群肉山頭見 會 向搖台 搖啊 鯨搖啊 愈下風 清平調其中一首 李白 差不多是他擦鞋的巔峰之作來的 黃飛唱過這個 斗哥 三首的 清平調 其實除了平調還有質調 不過李先生 他不是很喜歡質的 所以就用了平調去寫 三首 第二首就是一枝紅燕露營香 新光戲院的大戲有做的 很出名的 《貴妃汽酒》那些東西 黃東和貴妃 與花遠上花 很漂亮 再歌再舞 這個時候應該找人淫屍作隊 召了李伯 李伯又很厲害 即興寫了 《雲賞衣償》 《雲賞》 《雲賞衣償》 《雲賞衣償帳》 《月賞衣償》 《雲賞傅》 但這沒有想於 《雲賞的效果》 是運 衣償 別的事 演ocks делать 都想做你的衣裳 花都不及你的容貌 但估不論怎樣 總之是將美女貴妃的樣子和雲花 去比較 即是他把這個擦鞋擦得很厲害 就是看得出來 將大自然最漂亮的東西 擺在你身上 都是這樣上下 即是你漂亮得這樣 春風忽藍露華龍 春風吹過的時候很輕柔 露珠啊 其實他說的某單 某單上面的花或葉 上面的珠 很晶瑩剔透 露華龍 很漂亮 所以Revulon 有一個花充品 用了它來做名字 很有意思 若非群玉山頭劍 群玉山是 仙女喜歡去的遊玩地方 即是打卡 千道 總之是selfie 很漂亮的地方 仙女整班都喜歡去那裡 你的樣貌美得好像仙女下凡 即是你這樣的容貌 這麼華貴的樣貌 如果不在群玉山頭見到 會向遙台 遙台是皇母娘娘那個 天上面的 他們聚會的地方 即是仙女聚會的地方 會向遙台 月下凡 在月下面 遙台這個地方見到你 即是說這麼漂亮的人 這麼漂亮的花 在哪裡會見到呢 就應該在群玉山頭的遙台 形容現在似情似境 和這個貴妃是漂亮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對國家的抱負 也沒有什麼對人性的光輝 沒有的 純粹是說美女 也說她 但看得出她是有財情的 即是可以寫到 OK 首先用小的紙寫一下 再試一下 一會兒 走之前用大的紙 其實大的紙 不是真的很大的 這個尺寫 比例差不多 都是三至四行 像這個一樣 可以試一下 一會兒 OK